雷神鎚 如果你看到雷神鎚 如果細心一點去看 它能不能看到 其實它是有些文字 去說雷神 還有雷神鎚的Logo 所以你可以看看 其實它後面這些位置 它全部都是 做了一些很動感的效果 還有它是會做了一些 類似 你會覺得它好像不是全身的感覺 這個也是所謂的 customer made的特色 所以你可以看看 還有它的眼睛 你會看到是很細節的 你看到它的鏡頭 整個樣子 那些紋路眼的紋都做得很好 所以變成 這一隻 也是我其中一隻很喜歡的 雕像 HELLO 歡迎來到ChipGuard 這個Channel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希神 那今集我們繼續會找回阿輝 去跟他聊一些 關於他夢想之路 怎樣繼續走 以及對於未來怎樣抉擇 那以我所知 其實 香港 可以讀到航空這一科的門檻 都比較高 除了你說 可能Cornure Space 有一個HIGH DEEP 可以相關一點 其實香港不是很多大專院校 有這一科目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真的去外國 那段時間 譬如你HIGH DEEP 畢業了 我也看到你在社交媒體 都有去過外國 類似一些交易 對 那時候我看到你去外國 有開小型飛機 沒錯 那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時刻 我讀完HIGH DEEP 然後我就 類似去澳洲 去外國 做一個 工作假期 或者去 真的進去當地的 那些叫做 航空學校 那裏成為一位 在外國畢業的機師 忘記了Rule No.1嗎 There's No Rule 那其實真的有想過 因為我 即是外國 地帶脈搏 沙飛機的費用 自然一定會便宜 起碼機會都多很多 但是 有兩個考慮的因素 就是 一方面很現實的說 就一定是經濟的 那我就不想被 家人負擔那麼大 還有呢 另一方面就是 我 我就 我不太相信自己 哈哈 是的 我就怕我去到 家人負擔那麼多錢 去供我 去讀書 生活費 一切的費用 那我又開始 在這裡 玩樂 我怕我自律 未去到 能力那麼高 可以真的 每一刻都很 很專注 接到目標那裏 我是一個很容易 被其他事情 影響到 分身到的人 那我就不相信這件事 還有其次呢 就是那時候 剛好撞正 就是疫情 剛剛爆了 不是剛剛爆了 是爆了一波 很厲害 很厲害 澳洲 是整個 澳洲落彈了整個國家 我有些朋友 那年都是打算去的 去澳洲 都是打算讀澳洲的學校 飛行學校 那他就延期到現在 剛剛才 剛剛那一個月 八月才去澳洲 想一下兩年的時間 那我就覺得這些時間 那我就 我剛剛有說過 我去過 我朋友的中文大學 都說 我也想感受一下 本地 本土的生活 即大學的生活 比較 我學校的大學 又是很蒙換 我學校的大學 所以我就 這三幾方面加起來 我就沒有去到 外國 或者澳洲的大學去繼續讀 剛才聽你第一個答案 就是因為經濟上 沒錯 那其實 我也明白 追夢 真的要考量一個現實的狀況 這一個 在香港追夢 一定是要考量的一個因素 那譬如你自己 以我所知 你來年 就真的 正正式式入去Poly 沒錯 入Poly去讀一個 真是叫做 關於航空的Degree 那有沒有說 你這段時間 怎樣去 裝備好自己 真是 準備好 入去大專校 即是好像你這樣說 你中間是 Gap了一點 是 那你除了你真的 自己去讀書 看書 其實分數這些 是改變不到的 是 那你怎樣去 改變這件事 因為 以我所知 近一兩年的interview 應該都是Zoom 是 就是 變上 你很難去表現到 你自己 有這樣的資格 去讀這個Degree 其實 我是很幸運的 那我就是 可能我這一年 Gap Year 我有聽過 那些師兄姐都說 如果 一間學校看到你 Gap Year 因為我是Gap Year 才考英文這個事 很多學校 可能會 看到你 原來Gap Year 你還有這個心 去繼續讀 因為 他們都會 因為那些大學 有幾間大學都會 發電郵 問我 現階段的 學習狀況是怎樣 是在自學 還是讀其他大學 我是在自學 我自學 我自學讀 IELTS 我便彌補 英文的要求 因為英文也重要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那如果給你 我當你真是 非常順利地 這樣完成了這個Poly Degree 那現在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去外國做機師 是 或者你留在香港做機師 那你會想 怎樣發展呢 即是你會留在香港去 發展本土的東西 即是香港你不做機師之外 我不做機師的時候 我放假 我可能去教一下球 打一下球 還是你說 跌了心水去外國 即是體驗生活 即是 真是轉移一個地方 去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 你會怎樣選擇呢 因為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相信很多不同的朋友 都會選擇移民這條路 其實我相信做機師這個移民 應該這樣說 做機師是可以令到你 可以選擇更多不同的國家 是 那你自己有沒有說 會怎樣選擇 現階段來說 我可能會偏向在香港 因為 其實是關於教波士的 因為跟小朋友 即是上次的相處 是建立了一段感情 即是如果我真的要移民 一個星期見不到他們 我可能會 我真的會捨不得 還有 對於家人來說 我從小到大都一起住 一起黏住 我怕他們都會捨不得 我又捨不得 他又捨不得 不如就來香港 又可以做我喜歡做的事 還有 做機師 你都可以經常去吧 一個月半個月都在外地 我都足夠滿足我 旅行的慾望 去外地生活 體驗生活的感覺 所以我會 現階段我會偏向在香港 是啊 那好吧 即是 我都相信你是一個 都挺成功 或者我很少聽到 有人是 讀完一個high bit Gabbering E 然後有機會再進大學 其實是很少數的 即是我 我都真的 打從心底是很欣賞你 這一種毅力 因為如果給我 可能我退了 或者我找了其他事情去做 嗯 那你會不會 現在都可以 跟這些年輕人去說 就是 剛剛又完了DSE 接下來又開學 我相信 今年DSE 應該都有不少的朋友 是真的 成績未如理想 或者真的 未找到自己想做什麼 你會不會 有什麼說話 都想跟他們說一下 其實我覺得 路就是自己找出來的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DSE 我那時候都考得不好 是的 那我那時候 還要是 沒有什麼準備 臨時臨急 先去walk in 去Ponyo Space 報這個program 都發掘到 原來自己是 最重要的是 發掘到自己的興趣 一直追隨著夢想 不要放棄 最重要就是不要放棄 那好吧 都很多謝阿輝 今天跟我們分享了 那麼多不同的感受 或者自己在追隨夢想 這條路 或者在讀書這條路 如何去克服一些困難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你聊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歡迎來到我們這個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 和旁邊的小鈴鐺 那之後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了 再見